粉乐丁的艺术就都在街头发声 有艺术家就把脑筋冻到了废弃的喷漆罐上了 艺术团体Ken Love利用一千个废弃的喷漆罐 打造出一朵一朵缤纷的小花 他们还把底座吊挂成各种图案 他们说每一个罐子里其实都藏着很多惊喜 店家的橱窗内突然多了一座特殊的花瓶 上面插满各式各样奇怪的罐子 旁边吊起水珠模样的铁片 传镜里面更看见一幅七彩巨大的菱形图纹 这是美国艺术团体Ken Love 跟国际艺术组织Paul Wall的合作 用一千个喷漆罐打造而成 我一个图片艺术家 一个街道艺术家 我已经15年浪漫写了 一年前我开始把我自己的瓶子剪掉 然后只是为了兴趣 开始把其他人的瓶子剪掉 过去年有很多水珠模样的水珠模样 只能看到其他在里面 先切开喷漆罐 再把底座穿上铁丝吊挂起来 拼成各种大型的画作 瓶身以及瓶带则变成一朵一朵的小花 喷漆罐更化身成为花蕊 Ken Love 说每一个罐子里面都藏着各种惊喜 我认为花蕊变成新的开始新的生命 美丽的东西 它也有一个破坏的东西 我们制作柔和美丽的东西 然后完全改变成一种形状 我认为花蕊 自然而成为花蕊变成一种花蕊 就像花蕊变成一种花蕊变成一种 而不是一种工具 Ken Love 说希望作品就像大自然一样 让每一朵瓶身花都保有原本喷漆罐的色彩 2010年首度展出作品后就一炮而红 受邀至世界各地展出 每一朵都要切成一锅刀 每一朵都要切成一锅 所以最难的部分是 找到我们的人 这两位艺术家延续街头创作的精神 把飞弃的喷漆罐变成各种有趣的艺术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